6月1號起連續兩天 在滯留封面和西南汽流的夾擊之下 南投縣仁愛鄉也因為暴雨襲擊 造成台十四線有多處電線桿段落 以及路面塌陷情形 嚴重影響正值採收期的高麗菜運輸過程 像我們種高麗菜的話 路不通的話就沒有辦法要過 儘管後面也有影響 也要從這邊 現在記者所在的位置 是在南投縣仁愛鄉的春陽部落 我們可以看到台十四線的85K處 有部分路面都已經下線超過一公尺 還有長達五百多公尺左右的路面坍塌的現象 放眼望去 台十四線85K處附近 路面裂縫從山壁互坡 柏游路面 一直延伸到護欄下方 雖然玻璃公務段已在5號中午搶通 但居民仍擔心下線地區 是否會再繼續滑動影響農產運銷 沿線有路面破損跟高低差 然後影響我們車輛的通行 那主要是在台十四線84.9K 那個有高低差 大概將近有40公分 這個部分比較嚴重 那我們目前搶通的方式 是先把高低差拉順整平 然後搶通車道 供一個車道來提供民眾通行 就算我們早上可以順利通過 那下午的時間呢 我們怎麼知道那個斷層會不會繼續滑動 居民表示 連續幾天的好大雨降下 也造成仁愛鄉經濟作物大量損毀 令農民恐怖堪言 不只是我們的農作物 葉菜類 然後我們的一些水果 菠菜 高低菜 然後一些我們剛種的菜苗 其實都已經被這次的風災 全部都摧毀掉了 打壞了嘛 蔬菜都那個葉子都爛掉了 都沒有了 五號起 中部地區雨勢稍減 但因為仁愛鄉山區 飽含雨水 溪水暴漲 多數道路摊坊或陸基流失 仁愛鄉公所呼籲居民 用路請多注意 以免發生意外 記者 我們要看《男童仁愛》採訪報導